好,最後一題,第十三題,都是S來的 他就問我們,用Nylon66做個例子 講一下什麼叫做Condensation Polymer 以及講一下Structural Feature of the Monomers 不如直接來吧,先講一下Nylon66那兩隻Monomers 第一個就是6個Carbon 我們說有6個Carbon 這個Carbocidal Exit 這是第一個 另外,第二個就是有6個Carbon 一個Diamine 這兩個就是Nylon66的Monomers 實際上,66就是中間Carbon的數量 6個Carbon加上就是66 好,這個就是第一分 第一分就是有什麼特性 你想一下,我們要能夠不斷地做Polymer 其實就是這個頭 要跟下一個,即是這個頭 跟下一個的尾去react 然後這個尾 又跟下一個的頭 那就是這個 對不起,應該要同組織 這個尾跟下一個的頭再react 而是無限度去 所以就是說,你的Monomers 必定要是頭尾都能夠react 這個狀態我們叫做by functional 這個狀態叫做by functional 你的Monomers 就一定要是by functional 意思就是說 你起碼要有兩個functional group 就是擺頭尾的 對吧 擺頭尾 這樣就可以做到你的頭 跟別人的尾react 然後下一個的頭 跟下一個尾react 如此類推進去 OK 那 那 今次你要form nylon的話 其實就真的這樣react 你脫完之後 不,所以這麼說 這個extra all extra 一form 一結合 就會變成water 這樣離開 試試試看 即是他們會在一個叫做eliminate 一個eliminate 一個small molecule 這樣去到離開 這次當然就是water 來的 這次的example就是取出water 出來 脫完之後會怎樣 脫完之後呢 這裡的c就會跟n 黏住了 然後黏完之後呢 其實這個呢 就是amide bond 不如畫得好一點點吧 如果真的脫了水 之後黏的局面是什麼樣子 不如試一試吧 OK 脫完之後黏住的景象呢 就是這個了 這個 這樣就黏住了 事實上呢 這塊東西呢 有個名字 這塊的bond呢 就叫做amide bond 這個bond就是amide bond 這個bond就是amide bond 即是說呢 用這個做例子的話呢 其實事實上 966 做polymer的時候呢 就會是 會能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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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個頭尾 這個頭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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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下一個頭尾 無限進去 是repeatedly 去做amide bond 那怎樣寫好呢 我們不如寫吧 就是說呢 你的 你的 Functional Group Functional Group Add to End 在兩個尾巴那裡 是怎樣的 就是react repeatedly repeatedly to form amide bond 這個也是形容 Nylon的例子 OK 好了 應該都夠分了 是吧 他五分而已 搞定了 一分是monomar 再加三分是 condensed polymer 那個實際意思 四分 再加到最後 一分就五分 拿完 好 成分的Long Quay 都搞定了 得到